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次要推介的時間 今天開始我們就用一個提早一點的分析情況下 跟大家推介 因為始終都是介紹一些四大聯賽 或者是觸目一點點的賽事 也會顧及到奧積的 馬會這麼早的時間 就沒有那些賠率出現 不要緊的 我們也有個參考性的賠率給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跟大家推介的賽事 第一場是車路士對熱刺 兩隊球隊大家都很熟悉 尤其是車路士近來 轉變都有的 始終我們走後 沙莉入主 入主之後 將整隊球隊重新打造 在這個情況下 他最明顯是陣型 或者是陣式 之前踢3-4-3 有干地的責任 現在用了一套 進攻比較快速 和防守 配搭比較好的4-3-3 為什麼4-3-3會比3-4-3好呢? 其實數字上 怎麼擺放呢? 只不過他怎樣跟球員溝通 因為始終他4-3-3 問題就 不是太大 只不過 是3-4-3 擺法 和大家的三個短傳 或者是長傳兩翼 或者其他情況之下 會比較快速一點點 始終兩個雖然是意大利的 教練 但是大家的風格是自然不同的 做出來的成績 感覺上都不錯 尤其是先看車路士 主場成績 基本上有七場都贏球 輸兩場和和一場 輸兩場和和一場 輸那一場 輸給曼聯 輸給曼城這場 雖然是0-6 曼城是一個非常強的球隊 即是 哥利奧納 基本上好像 打造英超 巴塞隆拿 那樣 當然 人是不同 但是踢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亦都 在其他的主行賽事裡面 對著很多球都贏 基本上我們看看這場 雖然 休息時間比較短 剛剛在25號 對著曼城 0-0 但是 27號這一場 基本上 對熱刺是非常硬的 硬漲 踢多120分鐘 在12碼輸 雖然對球員也有點洩氣 始終 對著熱刺 我感覺不到 熱刺有什麼能力 在這場球中贏 因為始終在 英超和聯賽杯 或是足總盃 只要取捨問題 而熱刺方面 近三場 坐下也有輸球 再看看 熱刺 算近一點 現在熱刺 近八場的主下場 剛剛坐下輸給班尼 輸1比2 可以叫大二 四場的主場 連歐聯賽事 全勝 有兩場 失球 對著劉卡蘇 贏1比0 這場反而有點驚喜 主場贏 多門特3比0 但是 聯賽杯和足總盃 都是輸給車路士 即是今場的對手 1比2 兩回合加起來 12碼 足總盃 輸0比2 給水晶公 即是完全不合格 但是 英超 作下富咸 都可以贏 始終他們 單靠球員 都有那幾個 變相 差一點 或者叫做 累一點 比我感覺上 我們看看 他們本身有什麼球員 大家可能都熟悉 但都是 大家講講 或者叫做分析一下 主力全部 都是在 孫興文和哈里身上 中場方面 基本上就是 拉美娜 迪利亞利 或者 阿力神 基本上都是經常在 後防方面 其實 大部分 都是主要在 維頓漢身上 其實 如果 在這個情況下 分佈入球 基本上都在 兩個 即是 哈里和孫興文 經常都是 他們入球 而中場 基本上是少一點的 或者叫做 主場方面 是少一點 作客可以在中場 入球 因為始終 你 作客的情況下 主場一定會 守住你們兩個 對吧 那你入球 少了 自然 人家入球 會高一點 我們看回 車路士的方面 前面 車路士的踢法 今季 比我感到的 是好一點 因為始終 他現在前面 找了 阿加亭 希古恩 以及 阿仙奴 之前的 基督特 其實兩個都是 打中鋒 主要入球分寶 都不在他們 因為 車路士的 沙下 或者現在 簡迪 那些 都非常好 因為他們 還有 八道 諾迪 股司 分佈 都比較平均 他們的踢法 可以上一項 他們 踢回雙中堅 可以叫做 踢回雙中堅 可以留意到 阿朗素 或者卡希爾 大衛 雷斯 和 派古路 經常都在後方 如果 踢法方面 在中場 簡迪 和 佐真奴 基本上 五號 就是佐真奴 基本上 他們 撕開對手的防線 之後 後方 或者左邊 完全空曬 阿朗素 經常都會上去助攻 如果看了這場球 看了幾個球員 感覺上是 很賞心悅目 感覺上就是 因為他們的三角短傳 即是在夏薩特 巴里 和帕迪洛迪古斯 這些三角短傳 中場 線裏 做出來的效果 非常之好 或者 在後 後備入場的 韋利安 亦都有這樣的能力 在此 前面兩個 主要是 拉開對手 感覺上就是這樣 或者 進攻上的模式 是中間角點的 頭鎚方面 距離大致上都可以 距離大致上都可以 看回參考 賠率方面 在其他博彩公司 大部份都在 讓半球或是平半 當然 半球 有些是高水 有些是 超高水 平半是中水 到時大家可以留意 賠率的變化 這場我比較喜歡 車路士 希望 這個分析可以 幫助大家 融入比賽去看球